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学习少雷游戏项目的开发案例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学习到非常经典的游戏少雷 它的开发方法,以及代码的编写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来我们的 从需求分析,用户处获得需求分析 用户他对少雷进行了一个语言的描述 那么语言描述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还是少雷游戏的背景 少雷游戏是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一款经典游戏 其规则简单,上手容易 无论男女老少皆可娱乐 少雷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地图中 非地雷的格子揭开就获得胜利 而踩到地雷就算失败 少雷游戏一般的操作方法 它是由鼠标进行操作 那么游戏主区域中是由很多方格所组成 使用鼠标左键随机的点击 其中一个方格,方格即被打开 并显示出方格中的数字 方格中的数字代表了 其当前方格周围八个方格中隐藏了几颗地雷 如果点开的格子为空白格 即周围有零颗雷 则其周围的格子自动打开 例如方格中如果出现一 说明上下左右及斜角合计都可能有一颗雷 依此类推 两二则有两颗 三则有三颗 在确实是地雷的方格上 点了旗子就安全 不是地雷的被点了旗子 后面会被炸死 在不确定是否是地雷的方格上 用右键,鼠标右键标击出问号 表示怀疑这颗格子是地雷 这样在自动打开时就不会被打开 导致游戏结束 这就是扫雷游戏的基本方法 那么扫雷游戏的规则 是什么呢 就是当玩游戏中 玩家不小心踩到地雷格子 就算失败 而当地雷技术器中的数字被变为零 也就是说所有的地雷都被找到以后 游戏结束 而玩家获胜 相反 玩家就失败 同样 扫雷游戏也需要有英雄榜的显示级更新 当有玩家把当前等级的地雷全部扫出来后 并且时间不比记录的时间短 在游戏结束时 要求玩家把名字保存下来 游戏初始时间 我们默认为999秒 例如 当第一个玩家把全部地雷扫出来的时间为120秒 这时玩家的记录时间将被保存下来 并作为记录时间线 直到有玩家的时间少于120秒 才能更新当前记录时间线 并保存 这个玩家的名字 作为音讯上的记录 同样 这个游戏也要支持背景音乐的播放 还要提供游戏的帮助说明 那在获得了客户的需求的语言描述以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语言描述来大概分析 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报告 以及说明 制作相关的说明书 这里就不说了 不说这个可行性报告是如何制作了 我们跳到后面 如何制作需求分析说明书 在需求分析说明书中 还是要列出游戏应该具有的功能 这是方便开发人员 以及相关的测试人员来阅读的 而不能直接把客户的语言描述 作为需求说明书来进行描述 这样既可能有一些客户自己的语言 也不够统一标准 那么游戏 找雷游戏应该具有哪些功能呢 我们从客户的语言描述中 得到了大概八个功能要求 首先能够显示主界面 并且有菜单来让玩家进行游戏的设置 同时在主界面上 能够显示当前剩余的地雷数量 及当前花费时间等相关信息到界面上 二是能够接受鼠标输入功能 三能够接受玩家的鼠标输入 左键以及右键的敲击 点击 三能够根据规则翻转相应的格子 就是翻动指定位置上的格子 而不是说随意的翻转格子 四能够对确定或表示回忆的 表示华一的格子地雷格子进行棋子和问号符号的标示 五游戏胜利判断功能 当玩家用鼠标左键 单击格子中有地雷时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游戏结束玩家失败 当少了游戏中 而少了游戏中全部的格子都被打开时 我们就判定玩家成功 六 英雄榜记录的更新 这就跟前面的需求 刚才我们所描绘的语言需求的差不多 而第七 就是游戏支持背景音乐的播放 可以选择播放音乐 或者禁止播放背景音乐 默认我们采用禁止播放状态 八 游戏提供帮助说明 在游戏菜单中提供一个使用说明项 以方便对本游戏不了解的玩家 对游戏进行操作和使用 这就是需求分析说明书中 对游戏的主要的功能进行的列举 当然我们再来看一看 游戏中的项目计划安排 首先我们还是看到 本项目和其他项目一样 分为三个迭代周期 每一个迭代周期 大概都是十天左右 而第一迭代周期 使用的主要是用于 编写项目中的各种文档 以及计划任务的安排 而第二周期就是要用于代码的编写 以及各种功能的实现 第三周期就是游戏的整合测试 适用于方便测试人员对游戏进行整合测试 并且根据测试的结果出具测试用力报告 最后交于用户使用 根据反馈的信息 修改程序中的bug 并进行回归测试 最后发布正式版本 以方便别人使用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游戏项目开发的第二阶段 盖药设计 在盖药设计中 需要列出游戏所具有的所有大的功能 并且对游戏的目标进行说明 这里我们只对游戏的主要功能进行讲解 以方便我们后面的开发工作 首先 游戏 找了游戏 分为六大功能 第一功能就是游戏胜负判断功能 用于判断是否游戏获胜 或者玩家失败 第二功能就是格子反动功能 格子反动功能又分为两个子功能 首先是格子标示功能 然后是格子宿主更新功能 第三就是播放音乐功能 第四就是主界面显示功能 它又包含了剩余地雷及时间显示功能 以及菜单显示功能 第五功能就是英雄榜功能 第六功能就是帮助功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的这张图就列举出了少雷游戏应该具有的六大主要功能 在开完了盖要设计文档以后 制作完了盖要设计文档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游戏的界面设计 在游戏界面设计中最主要的就是菜单结构的设计 一个合理的菜单能够体现一个游戏的操作应用性 那么少雷游戏一共分为三大类菜单 第一菜单是游戏菜单 然后是游戏设置菜单 最后是游戏帮助菜单 而游戏菜单中又分为开始和退出 而游戏设置中又分为背景音乐 游戏帮助中又分为帮助和关于 那么制作完了界面以后 界面的设计文档以后 就可以进入写测试用力文档 那么测试用力文档 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说明 它都是根据功能描盖要描述文档 进行的功能性的测试文档的编写 就相当于是黑盒测试 只有输入和出出 只要结果正确就说明功能完整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步 那么就是少雷游戏的界面实现 还是一样 首先是游戏菜单的实现 现在我们来打开原文件 看一看游戏菜单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点击资源标签 然后选中主菜单栏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它分为三大菜单 和游戏界面设计中是一样的 首先游戏菜单中有开始和退出 游戏设计中有被营业 而游戏帮助中有帮助和关于 我们通过内向导 可以给它们增加响应函数 我们添加完响应函数以后 就可以看到 它是如何实现 我们就要实现这些响应函数 这里我们已经实现 那么我们只要来看一看 是如何实现的就可以 首先是关于菜单 还是第一个 关于菜单它的实现 就是首先创建一个关于对话框 然后把对话框给弹出来 就完成了关于菜单的设计 这么关于菜单比较简单 而退出菜单也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又叫附类的 set dialog on cancel 进行退出 而帮助菜单 我们可以看到帮助菜单 也是用一个对话框模式来实现 那么对话框模式中 我们把游戏的介绍放在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只要创建一个这个对象的类 这个帮助对话框类的对象 再用对象 再用弹出函数 这个时候就实现了帮助功能 这里就不多讲 而播放音乐 背景音乐菜单 我们是通过播放音乐 根据当获得当前 被放音乐的菜单的状态 来得到 来判断是否一开始 一开始之后就根据这个状态设置 这两个状态位 设置以后 我们就要用播放背景音乐函数 来进行背景音乐的播放 而开始菜单栏是直接调用 棋盘 调用 是调用 接口 开游戏 开始 接口函数的 start game 这个函数 来进行实现的 而 那么还是一样 由于菜单比较多 那么它的出色状态 我们就用一个函数 来进行实现 在这里 我们就还是把这个 init init出色化菜单 这个函数 放在这里 把 只是把music playmusic 这个范围 先 首先把它出色为 未选中状态 好 那么 讲完了菜单的实现 我们就刚才已经也讲到了 对话框的实现 以及 英雄榜的实现 我们来看一看 英雄榜的实现 在这里 英雄榜和前面是一样 那么 英雄榜也是通过单击 设置它的标志位以后 写标志位 那么就可以把它改成记录 平时就直接是读取 好 话不多说 我们再来看 游戏 背景音乐播放的实现 游戏 背景音乐播放的实现 我们 首先来看一看 对话框中 它 还是我们 前面所学到的 很简单的 一个 API 函数的调用 直接用这个 API函数 进行根据 当前选中状态 如果是触 那么就播放音乐 如果是Force 就停止播放音乐 这样就完成了背景音乐的播放 好 咱们现在又来看一看下一步 那就是扫雷游戏 核心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那么这所列举的这些核心算法 全部都是放在游戏 扫雷 扫雷 扫雷类的那个 类的处理里面 我们把这个类再分成五大模块来进行说明 首先是新游戏处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新游戏处理模块 它主要负责游戏中游戏的初始化 以及游戏的开始 其设计比较简单 我们通过首先再入图片资源和配置文件中的数据 把所有游戏的参数进行初始化 例如当前消耗的时间和状态 这些都进行初始化 然后初始化表示雷区的二位数族 然后重绘雷区地图就可以 我们来看一看代码是不是这样实现 首先 start 它首先是调初始化游戏 然后重绘 这下面就是重绘 而第初始化游戏 我们可以看一看 首先它是载入 载入我们的图片资源 图片资源中 这里的图片跟其他的 这些吸发游戏图片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图片 它都是由 一长串的图片所组成 这些图片就构成了 我们最后的用它一行切割以后 就得到了每一帧 就相当于我们的所需要的每一个不同的状态的数据 好 我们这里就这样理解 就首先是 再入不同的图片资源 然后再入以后 这就是初始化过程的第二步 就是再入配置文件 那么配置文件中 首先就是放置了游戏的时间 根据游戏的时间来 进行游戏 那么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把 x坐标上的方块个数 定义为38 y坐标上的方块个数定义为16 那么就是16乘以30等于480 480正在这个方块上 放置有99个地雷 好 这样初始化完毕以后 我们就把 当前的设置 我们的按钮状态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图上它没有 我们这按钮状态相当于就是一个按键 把它设置为 设置就是那个 在地雷中 可以有中间有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就代表了当前所有的游戏状态 我们把这个状态的它方块状态设为 normal状态 然后现在游戏是等待开始 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 把timer 如果是等于 被初始化过了 那么我们就把时间timer给清除 然后重新开始 这个时候在清空当前选中的小方块 以及上次选中的小方块 然后初始化雷区的二维图 在雷区中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一个结构所组成 首先是行 然后是列 最后是状态 最后是被选中 最后是以前的状态 这就是小方一个一个地雷区的一个小方块结构 好我们把这个初始化为 初始化为 初始完以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重绘图片 重绘 这里掉重绘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重绘 它只是让我们的主区域失效 失效以后 我们它就会直接 电脑会自动回掉我们的unplan 会图函数 在这里它就把 把设备DC 先把地图拷贝到设备DC里面 然后 然后进行会我们的按钮 然后会数字 然后会地雷区域 最后把所有的图贴在设备上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雷区 以及各种方块 还有数字 还有地雷 顺于数字 这些相关的信息 那我们先来抽一个 看看button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它button很简单 它首先是根据当前设备 然后创建一个设备 把button的地图给载入 然后就分批次的 再入 它的不同的状态值 就把button给画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函数它就是一帧一帧的 把这个 相当于把这幅图给切割 切割成 一二三四五五种不同的 就每一个状态代表着 不同的 不同的时候 方块上显示的图案 它每一个二十四 这里就是二十四乘二十四 就告诉我们 当前每一个 我们这个 它相距就是二十四个像素 相隔二十四个像素 这样就把方块汇出来了 而图片 而书 而字母 也是一样 它就根据 当前的 剩余 递了一个数 然后 如果它就 小于零吗 如果是 那么就是 它就等于 如果不是 它就等于 当前剩余个数 除以百 把百位显示出来 然后把十位显示出来 最后把 个位显示出来 这样 再把这些相应的图 给切到 指定的位置上的图 给切到 就是这些number的值 就把相应的数字 给输到 图片上去 好 那么 这就是 把同样 时间 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把时间除以百 显示出时间的 百位 各位 各位 百位 和十位 各位 十位 和百位 百位 首先是百位 然后是十位 最后是各位 就把这个时间 的秒 给显示在界面上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的 汇地雷区 在汇地雷区中 它就根据 当前的 当前的 指 当前 地雷区 这个数组 它里面的 每个的状态 来把相应的图片 可以拷贝出去 到地雷区里面 就形成了 当前 每个地雷区 的游戏 每个地雷区 显示的状态 的图片 这样说吧 换句话就是说 就是通过 扫描 这个二维数组 得到 整个地雷区 哪个位置上 应该 汇哪种图 然后 根据这个信息 把相应的图片 得汇在地雷区 指定的位置上面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汇图模块 已经提前讲过 那么 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一看 它是如何设计的 汇图模块的设计 首先 它是汇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汇按钮 汇按钮 就是通过 不断的 得到当前游戏的状态 根据这个状态 在按钮图片中 把指定的 坐标范图图片 汇图到 主界面上 而 汇地图 刚才也说过 它就是利用 剩余地雷的个数 和消耗时间的 数字显示 通过一定的算法 就刚才说的 把它先除以 得到当前 地雷的个数 和 已消耗时间的 各位 十位 百位数字 来把相应的图片 汇制到 指定的 区域上 而汇雷区 的函数 就是 便利 当前雷区数组 根据当前 元素 所代表的 类型不同 将不同图片 汇制到指定位置上 我们 是这样设计 也是这样实现的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地雷格子 模块的设计 与实现 那么地雷格子 是如何设计的呢 首先 是游戏中的地雷 我们需要 随机的分布 这是我们先从 边开代码 边解释 这里就是 在游戏中 先乘成一个随机数 然后用随机数 除以 重坐标和 横坐标 然后在相应的位置上 设计 不同的 地雷 然后把 序列号增加 一直加到符合游戏规定的要求 这样 就把99个地雷插在了雷区的不同位置上 然后 就是自动打开相关不是地雷的格子 游戏中 当这个设计思想是游戏中 当玩家当机格子周围 不是地雷格子时 就需要程序 自动的 把周围格子之中打开来 提高玩家的效率 它的实现就是通过地归的方法 不断的打开当前格子 周围地雷个数为零的格子来实现 那么我们看 这里实现是不是这样的呢 首先 它通过get around number 得到当前行的列 然后通过得到这个数 判断 是不是 周围是不是有地雷 如果不是地雷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格子重新调用 又调用 又调用本刊数 一直找到 周围有一个地雷的 那么它就退出 退出 不停的退出 不停的把 周围的为零的 给打开掉 这样就能够把 这个周围 只要周围是 当前地雷格子当中 是零的地雷给打开掉 这就是一个地归的调用 而 那么get around的 number 它是什么实现的呢 这个number number 它就是 首先 当点了这个行列以后 它 判断 这个 点击的 这个行列 是不是在雷区里面 如果是在雷区里面 那么 我们就看 它 是不是 地雷 根据 叛乱 但并不点开 把around 的加一 一直这样就能找到 周围格子 它的 布 是不是地雷 这样就得到了周围格子的数量 那么设计的是怎样设计的呢 设计是不是这样设计的呢 我们可以看 在游戏中 当玩家 打开一个格子时 当前这个格子 不是地雷 那么 起一定标明 周围地雷 个数的格子 这个方法 就是通过 便利当前格子 周围 三乘三的范围 的数组 当找到 元数范围 状态地雷时 就把记录增加一 直到 九个格子 全部找完 这样就可以得到 当前格子 周围的 地雷 个数 就是这样 看我们也是这样 当我们把这个 九 九乘九 三乘三的格子 全部打开 如果有地雷 我们Round加一 最后把 周围格子地雷 个数 返回给上乘 这样就获得了 周围地雷 格子的 地雷的个数 那么游戏地雷 的模块 格子模块的设计 也就和实现 也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 游戏 规则 模块的设计 与实现 首先 是游戏 规则 模块的设计 游戏规则 模块 它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对游戏 胜利的判断 还有一个就是对游戏 结束的判断 那么游戏胜利的判断 是如何进行的呢 就是通过 便利 整个地雷宿主 查找是否全部地雷格子 已经被标示出来 或者找出来 如果已经全部被找出来 或者被标示出来 那么说明玩家胜利 反之 说明玩家未胜利 要继续游戏 而游戏结束的判断 就是当玩家打开 一个地雷格子时 就对当前地雷的格子 的状态 进行判断 这个标志如果是地雷 说明玩家不幸踩到雷了 那么游戏已失败结束 而如果不是地雷 就对玩家选中格子 周围的标示进行判断 如果判断有错误的格子 也说明玩家失败 游戏结束 有可能玩家对周围的地雷 标示了一个红旗 那么在打开的时候 这个红旗 有可能它是地雷 它不是地雷 那么它也会失败 那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这样 就是刚才游戏的设计 规则的设计 让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实现的 首先是如何获得胜利 掉这个函数 就是在每次单击以后 我们判断得到雷区的所有的值 是不是便利整个雷区中 是不是还有状态为一般的 或者是没有被打开的 那么就返回force 那么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把当前的button的状态 升为胜利 游戏状态也是胜利 这个时候它就符合这些要求了 就是便利了所有的地雷格子都被找出来 或者被标示过 好 这个时候它就胜利 然后我们就把timers给关掉 关掉以后 军事器关掉以后 就判断是否是胜利 这样就是 它如果就是胜利了 如果对到这里就是胜利 然后给出提示 并且判断当前的游戏时间 是不是小于最高记录时间 最长记录时间 如果是 那么我们就把英雄对话框弹出来 让他把时间写上 然后记录进文件 之后返回处 获得胜利 相反 我们再来看一看 游戏结束的标志 结束是如何判断的 首先根据 当前的行和列 首先判断 这个格子打开的 是不是 这个当前游戏玩家 所打开的行列 这个位置上的格子 是地雷吗 如果是 那么 就判断 当前这个状态 它的状态 是不是被标识过 或者 被 好 否则 打开的就判断 是不是 它发现它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打开的是 判断了错误的格子 那就是进行能够一些 标识的格子 那么我们也把 当前状态给它恢复 然后 把游戏 Button的状态 设置为 Dead 就是死亡 重新 就是死的 游戏结束的 那个图片 然后把游戏的状态 设置为 游戏结束 然后 把Timer 关掉 告诉玩家 你很不幸 你踩到地雷 游戏结束 这样就实现了 游戏的 胜利和游戏的 结束的判断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 玩家输入模块的 设计与实现 那么玩家输入模块 是如何设计的呢 首先 在游戏中 游戏鼠标的输入 分为左键和右键 两种类型 在要实现 鼠标左键的处理 需要的是 接收玩家的 在界面上的 左键输入信息 然后对当前 鼠标的坐标 进行判断 当按钮区 在调用控制按钮 当在按钮区时 那么我们就 调用控制按钮的 处理函数 而当在地雷区时 就调用 当前游戏 如果看 这个时候要看 当前游戏的状态 是不是等待输入 或正在运行 那么如果是 当游戏的状态 是等待输入 或者是正在运行 那么 就得到当前 所选格子的指针 反之 我们就不理解它 而 在得到了格子指针以后 对选中格子的状态 进行判断 如果是正常的格子 机会被打开过的格子 就转到格子的 处理函数上去 就是 进行 那些打开周围的 或者是显示 有多少个 周围有多少的 数字的格子 就显示 如果不是正常的格子 则不进行响应 就是说 它可能被标识过的格子 那么就不进行响应 而鼠标右键的处理 就是 当 接收到玩家界面上 鼠标右键的输入信息 就对当前鼠标的坐标 进行判断 当在地雷区时 如果当前游戏的状态 是等待输入 或者正在运行 就得到当前所选的格子指针 反之不响应 然后根据当前格子的状态 进行变化 其变化规则为 如果是正常状态 则变成标识棋子状态 如果是标识状态 则变为问号状态 如果是位置状态 则变为正常状态 那么我们就来看 这个鼠标的响应 是不是这样实现的 首先我们看 左键按下的状态 首先 左键按下得到 就是得到鼠标的输入 然后 把 判断 它现在是在哪个区域 如果 它是在button区域 那么我们就把button重绘一下 button把button的状态设为 按下状态 这个时候重绘button 而如果是在雷区 那么我们就根据游戏的状态 如果是 等待或者运行 那么我们就得到 当前 鼠标所 选中的格子 然后 判断格子 当然 如果没得到 就直接返回 如果得到了之后 就根据状态上 如果是 普通或者是空 那么 如果是普通状态 那么我们就把 当前状态设置为空 而 如果是 标识状态 那么我们就设置为 标识被按下 好 然后把指针 新的 放回给 旧的 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 button区域 把当前的 button的状态 变为点击 然后 重回 button 然后 调用 右键 如果它是 发现它是 左键 或者是 右键 button 那么我们就把 发给标示出来 重回 否则 我们认为游戏 它不是状态 那么我们就不进行响应 不在当前 其他区域 就是在其他区域 那么我们就 不进行响应 相当于是点击一下 但是不进行响应 然后 加入默认的 左键 按一下 处理函数 而 左键 弹起 按之后 首先我们 如果判断 它还是在 什么区域 如果 是在 点击 弹起 以后 那么 是在按键区域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 要把游戏重新开始 这个按键区域 而 如果是在雷区 那么我就根据 当前游戏的状态 得到 当前的 当前所按下 格子的 格子的指针 然后判断 是不是 它是被按下之后 弹起的 这个时候 如果是按下之后 弹起的 那么 我们 不是按下之后 弹起 只是按下之后 弹起的 那么我们就 要判断 游戏状态 就调用 up 再重新调用 本up 一次 就调用本 处理函数一次 而 否则 我们就 不进行处理 好 最后就判断 如果 如果 它就调验 右键弹起状态 进行 相应的 如果当前是 右键弹起 右键被按下 左右键的 左右键被按下 这个标志被字过 那么 就是根据 它的 把它设为 force 然后 要用 弹起处理函数 好 那么 最后 我们再来看 它如果是在 其他区域 那么我们就 不进行响应 直接 释放我们所 截获的 截获的 鼠标 然后 要用 图片 图片内的 弹起 相应按 默认的 处理函数 就可以了 右键也是一样 右键 按一下之后 我们判断 它是不是在 地雷区 如果是在 地雷区 那么我们就根据 得到当前的 格子标识 然后把 如果是 左键 或者是 这个是 标志位 就是 右键是左右 一起点下的 那种状态 那么就叫 左右键 处理函数 前面这里 刚才我讲的 比较模糊 它也是一样 右键是由 左右键 同时 一下 按下的 按下之后 我们就 一起处理 因为它可以 同时点开 多个格子 然后 这样 进行 就弹起的时候 就调相应的 也是调相应的 处理函数 如果 是双键 双键 一起按下的 那么就 直接调用 打开周围函数 来打开 周围的 标识符 然后 根据 错误 如果是 错误的 周围标识 那么 我们就把 错误的 给 弹出来 就表示 游戏结束 这样就 完成了 而当 所有的 游戏 全部 打开时 那么 我们就 直接 可以 获胜 一下 就点开了 那么 就直接 获胜了 这个时候 就 还最后 就是调用 默认的 窗口的 右键 处理函数 好 那么 游戏的 玩家 输入 模块的 设计与 实现 这就 讲解完了 下面 我们就来看 少雷游戏的 整合测试 是如何 进行的 首先 我们还是把 我们的少雷游戏 进行 编译 进行编译 然后 我们来 运行它 好 我们首先看 第一个 测试用力 组 菜单 和界面 显示 功能 的测试 那么 这个要求 就是要 符合 前面的 测试用力的 要求 就是游戏 启动后 能否显示 主菜单 和界面 在这里 我们看到 主菜单 是可以显示 出来 然后游戏 界面 也是显示 出来 这也是显示 的 出来 那么 这个测试 就是通过 好 那么 我们再测 第二个 就是 鼠标 输入 功能 测试 然后 我们首先 使用 左键 点击 图片中的 格子 那么 它能够 打开 区域中的格子 再多点 两个 它就是 都可以 打开 那么 我们再来 右键 看能不能 标示 一个格子 可以 我们再 多点一下 看是不是 会变成 问号 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说明 鼠标 输入 功能 也是 完整的 满足 要求 那么 那么 我们再来看 能否 标示 指定 格子 的 功能 那刚才 我这里 已经标示过 几个 首先 那我们还是恢复 它的状态 然后 出始状态 然后 我在格子 多格上 点击右键 这样 不停的 单击 我们看一看 是否能 单击 然后 第一次 单击的时候 是这样 然后 我把这些格子 再 再单击 相当于 单击两次 右键 单击两次 好 都是能够 被标示 问号 那么 说明 满足 我们的 要求 它 能够 被 标示 出来 指定的格子 功能 是 完整的 实现了的 好 下面 我们再来 看一看 游戏 胜负 判断 功能 游戏 顺服 他们 判断 功能 然后我们来 再慢慢找 游戏中 开始玩 哦 这里 看到了 一不小心 就踩到了地雷 这个时候 就游戏的 输的 它就 判断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 能不能获胜呢 重新开始 这里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直接看 能到最后 在结果图来看 我们这里看到 为了解决方便 我们把 我只是把 游戏中的地雷 减少为 十个 这样就很好 解开 这样 看游戏规则 它就实现了 它能够实现 游戏中的 胜利的判断 同时 我们再来看一看 它能不能够 有游戏 帮助的功能 那么我们点一下 帮助 好 这样在 谈出一个对话框中 对有 草雷游戏 也进行了 如何使用的说明 以及它的目的 而 以及 还有胜负的 判断方法 那么我们这样 就整个的游戏的 帮助的功能 它也是实现了 它的测试 也是成功的 那么是通过 这样我们就 对 整个 少雷游戏的 整个测试 都是通过的 那 这个少雷游戏 就可以 交给 用户 使用 然后 在用户处 获得 反馈信息 对用户的信息 对反馈的信息 以及 他们所发现的 那些不满足 他们要求的地方 的bug 进行修改 最后 发布 正式版本 用 就可以完成 整个 项目的 开发 好 那么通过 本章的学习 对 少雷游戏 项目 实力 项目的 开发的 学习 希望 能够 丰富 各位 读者的 实际 项目 开发 经验 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家 能够 专注于 文档 格式 以及 编写 方法 因为本书 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 项目 开发 而不是 代码 核心 就是要了解 那些项目的 开发 以及这些文档 是如何编写的 那么本章 最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最难理解的部分 就是 少了游戏中的 绘图模块 鼠标输入模块 格子模块 等核心算法的实现 通过实践 这样 就 各位读者 就能够 自己 开发出 属于自己的一款 少了游戏 实践 是学习程序 开发 最好的方式 那么 请各位读者 还是 边学习 边实践 好 本章就到此结束